現在有關於中度颱風 凱米步步逼近台灣 其實外圍環流也逐步的來影響到了台灣 其實在宜花東地區 也是有非常多的風雨 是間歇性的來下下來 可以看到在我後方的這個朝陽漁港 海浪是不斷的拍打上岸 其實漸起的浪花 還有激起在這個硝波塊上 大約是有一到兩米之間的高度 其實非常的嚇人 也是有自己漁民的這個身材的器具 像是一些小船 也是用這個非常粗的繩索來做加固 為了就是說 在因應這一次這個凱米颱風 來襲擊到了這個宜花東地區 怕說自己的身材器具 遭受到這個凱米颱風的破損 或者是損壞 至於說宜蘭縣府 也是緊急的發布了公告 在今天的下午 大概是晚間8點前 會來公布大家最關注的 這個停班課的情況 那要向最新鮮鏡頭交還給彭麗主播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